中国创造性的研制出反舰弹道导弹,为全球提供了一种打击航母的可行方案。 这一武器诞生后对美军航母引用和亚太地区战法,也产生一连长影响。 一个直观的结果就是,美军航母在战时将远离中国本土,美军减少在第一岛链的兵力部署,分散至第二岛链。 就连美国防部在列年的正式报告中,也承认了中国反接触能力的提升。 不过,有美国专家对这种关系思维,提出了挑战。 美国国家意义网站12月13日报道称,美军不应在面临危险时总是试图远离敌方攻击范围,也许美国应该接受两个大国发生战争,总会存在固有风险的思维。 作者Dave Mayden的大大提出,在中国研制出东风21D后,美军航母后撤了一千余公里,随后中国研制出东风26,若美军一退再退。 那么,昂贵的航母如同越德兰海战里的战略舰一样毫无用处,他建议美军航母应该与中国反舰武器硬碰硬,并做好一艘航母被击沉的准备。 原文如下,以供参考。 随着中国继续发展反舰入区域巨航能力,美军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挑战越来越大。 这些系统包括大名鼎鼎的EF-21D反舰弹道导弹和轰6K轰炸机,所搭载的先进巡航导弹。 许多美国专家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增加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航程,以便航母后退一千五百公里,仍可以对地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 随后,美军对这一设想进行实践,该方案允许航母后撤制中国短舰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外,通过开发隐形无人攻击机或隐形无人加油机,来拓展航母作战半径。 这些隐形无人机可传透最密集的防空系统,这就是美国海军X-47B和MQ-25A黄鸟鱼,建在无人加油机的设计由来。 不过两者面临了截然相反的命运,X-47B因成本太高被叫停,而MQ-25A将于未来几年内入役。 但是,该解决方案,存在一个潜在问题。 中国有能力建造射程更远的反舰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 实际上,中国已经研制出DF-26,这款射程更远也更加神秘的导弹,据称,不仅能够打击敌方港口的固定目标,也能打击敌方大型移动水面舰艇。 目前,东风-26已经正式服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埃里克森推测该导弹的射程最高可达4000公里。 中国在去年公开展示了DF-26导弹,但也许并不意味着中国建成了完善的侦察监视定位和打击体系。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美军航母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风险越来越高,如果中国确实有能力在DF-26的最大射程之内发泄维修航母战斗群,并且能够为东风-20流提供准确的目标数值指引,那就意味着即使美军航母后退至1500公里以外,也一样不安全。 那些隐形无人机,也不会有用武之地。 从二战到冷战期间,航空母舰一直面临着不同的威胁,反舰入区域制止战略,其实是冷战期间前苏联设想的重演,只是苏联为能将反舰弹道导弹从设想变成现实。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开发了外空战,Auto Air Battle概念,将舰载机部署在距离航母300至330公里的外围空域,对苏军图22米轰炸机,奥斯卡机巡航导弹和潜艇,以及巡洋舰上发射,的远程反舰导弹进行拦截。 美军计划用这种分批次拦截的战术比喻前苏联,对美军航母战斗群的饱和攻击,那层防御主要依托宙斯顿防御体系来拦截那些穿透外围防御网的导弹。 在必要时,这些护航舰艇又主动挡刀,在美苏海上对峙中,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概念从未得到实践,但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军也从未停止过将航母投入敌方前线。 或许,美军不应该总是试图远离敌方攻击范围,也许我们应该接受两个大国发生战争,总会存在固有风险的思维。 现在可能是美国防部开始探索航母战斗群如何在遭受攻击时进行战斗的时候了。 事实上,部分退休官员说,美国海军可能已经开始这种准备了,也有相当数量的美军指挥员对航母的防御体系具有信心。 目前,美国海军F-35C隐形舰载机已经开始接近试验,它将搭配MK-25隐形无人加油机来进行作战。 隐形优势有可能打破中国的进攻体系,例如先发巨人打击这些导弹的陆上基地,另一种可能是通过电子战或网络战来保护航母战斗群,在DF-26射程范围内作战。 这种方式意味着美军必须通过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NIFC-CA使用第二地域预警机F-35的作为信息节点,扩大对反舰导弹的探测距离,并到标准-6防空导弹进行拦截。 这意味着美军必须升级信有的宙斯盾系统,或者生产更多的可发射拦截弹的舰船,当然,无论是F-35还是安装机线-9的驱逐舰都很昂贵。 这两种设想美军都在推进,可能没有一种方法来确保美军航母万无一失,因为不是每个敌人都像1991年的伊拉克军队那样无能。 中国拥有强大的反舰作战能力,美国必须愿意冒险在一超级战中失去一艘航母,否则,在东方20流面前无止境后撤的美国航母,可能和日德兰海战中的战略界一样难怪而无用。 认为结束,不得不说,哪个国家都有股东部戏战的专家?对于这位美国专家的建议,一平均有两点感受。 首先,美军明知有可能损失一艘航母,进而引发大国核战争,那么美军绝不会去冒险。 其次,在可能的亚太地区冲突中,中国在不接着美军航母而是仅仅将其实能的情况下,美军并不必然动用核武器。 那么,美军付出总是一艘航母的重大代价,还未必实现预定目标。 这位美国专家显然是被不起这个国的,因此,火中取力鼓动战争的专家,还是省省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